後來再怎麼弄的話我就不知道 總之是歐勒巴復出以後 就把它編成總參了 總參幾位局 好 那我們再回頭來講 你老爸和毛澤東關係的變化 影響到了你對毛澤東的看法 是啊 上一會以後 你說人到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才會自禁 那就是徹底沒有希望 希望 當然如果我說我老爸跳樓這件事 就是說完全歸罪於毛 我還真不是這麼歸罪的 我呢就覺得我老爸呢 所以我說那個人太輕周圖 我覺得我老爸還真就是 對於這個上層的 人家也都認為我老爸也是上層的 但是對於上層的這些 你你我我這些事啊 還真是不是太內行 不夠敏感 所以上一會之後 我老爸說我要跟林彪對峙嘛 因為林彪在忙著告狀 就說 盧瑞欣手伸得太長 羅長子 手伸得太長 要逼我讓賢 他當共同牧場 這是周恩來跟我老爸說的 我老爸說我要跟他對峙 我什麼時候說這個 周恩來就跟我老爸說 說沒想到你現在還這麼幼稚 好傢伙 當了十年公安部長 當了六年總參部長 在周恩來看來還你這麼幼稚 我後來就老想周恩來這句話 因為在周恩來他們來看來的話呢 就是說 遇加之罪 何患無辭 你還跟他對峙 對什麼峙啊 但是是不是因為您的父親 雖然是大將 對吧 但是總參謀長 在一定程度上是掌握了 實際的這個軍權的運作 但是上面還有這麼多的元帥 資歷比你父親還高 對吧 是元帥 是不是你父親當上掌握了這個實權 也引起一些這個老上門的鋪滿 或者說他在工作上呢得罪了一些人 反正現在網上就是好多這種 你剛才說的這種話 但是我一點也不認為是這樣 這個 就是我是認為 我老爸就是一個 有點兒工作狂 就是說 別人不太願意管的這種具體的事兒 他是不放鬆的 可是你不太願意 請你不再去交叉 如果起來 好 你不會再去交叉